80岁的老人每天都会杀掉一只兔子 但他从来不吃 而是把肉送到36号仓库 奇怪的是 每次他进仓库前都会在门口跳三下 没人知道这个仓库里有什么 但一个简陋专业户却盯上了这里 这天老人像往常一样处理兔子 但用力过猛兔头掉在了地上 老人弯腰去捡 却突发心脏病 当场身亡 老人离世后 仓库便被管理员转手往外租 尽管没人知道里面有什么 但简陋专业户杰克却认定里面有值钱的东西 于是毫不犹豫地租下了仓库 可他刚准备进去寻宝 就被一个大妈拦住了去路 原来大妈是老人的女儿 她说自己有东西在仓库里 希望杰克能允许自己进去拿 杰克当然不愿意 万一他拿走什么宝贝怎么办 临走前扔给大妈一把破锁 气得大妈破口大妈 杰克打开36号仓库大门 却发现里面全是些破铜烂铁 费品回收都未必能卖上200块 好在仔细搜寻一番后 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一个竹台 还有个形状怪异的桌子 看起来像是古董 杰克觉得这下要很赚一笔了 结果拿到点当行 却被老板告知竹台是个假货 他赶紧让老板看看桌子 老板低头研究 却不小心触发了机关 三本书弹了出来 老板的丈夫看到这三本书 直接惊呆了 因为这是失传已久的驱魔宝典 修炼之后能成为驱魔大师 可是宝典应该有四本才对 他告诉杰克 如果找到最后一本 老人每天杀掉一只兔子 但他从来不吃 而是把肉送到三十六号仓库 显然是在投喂什么东西 但没人知道仓库里有什么 后来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 仓库被转手到了简陋专业户杰克手中 杰克本想趁机捞一笔 结果只翻出了三本破书 但这三本破书却非同寻常 乃是传说中的驱魔宝典 宝典应该有四本 他们怀疑剩下的一本也在三十六号仓库 老板答应找到最后一本 会付给杰克五十万报酬 看在钱的份上 杰克带着老板来到仓库寻找 然而他们翻了整整一天 连根书毛都没找到 为了方便找东西 杰克清理出一堆垃圾 老人的女儿正在暗中观察 难道仓库里真有什么宝贝 经过一番断舍离 仓库明显宽敞了很多 但是第四本驱魔书还是没找到 却找到了一件暗室 杰克认为书藏在里面 于是干脆把锁破坏掉 打开了暗室的大门 一股尘封已久的腐臭扑面而来 熏得两人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但为了第四本驱魔书 两人还是向着里面走去 可走得越深 臭味越浓 杰克看到前面地上躺着什么东西 竟然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第四本驱魔书就摆在尸体旁 只有越过尸体才可以拿到 昏暗的光线让他们没有看到 尸体的周围围着一圈反正 要么说贪小便宜吃大亏 杰克为了捡漏盘下一件仓库 觉得里面藏着价值连城的大宝贝 结果只翻出一个竹台和一个怪桌子 竹台是假货 桌子倒是吐出三本书 而且是失传已久的驱魔宝典 但宝典有四本 少了一本就不值钱了 为了拿到五十万报酬 杰克带着老板回仓库找第四本书 在仓库中发现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弥漫着一股臭气 但为了找书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 终于走到密室的尽头 却发现这里躺着一具腐烂的尸体 第四本驱魔书就摆在尸体旁 只有越过尸体才可以拿到 被钱财冲昏头脑的杰克 直接走上前去伸手去拿 却没注意到 尸体周围的法阵被他踩坏了 就在杰克查看驱魔书时 身后的恶魔突然苏醒 瞬间将老板吞进体内 杰克见状赶紧逃命 好在恶魔没有立即追他 杰克一路狂奔到门口 却发现大门被锁住了 这时老人的女儿出现在门外 杰克求她打开门 但她却满脸冷漠 还将杰克给他的破锁挂在了门上 杰克的命运可想而知 其实影片开头的老人 每次进仓库前跳三下 就是为了锻炼跳跃能力 避免踩到封印恶魔的法阵 他每天用兔子投喂恶魔 也是为了让恶魔吃饱肚子老实待着 不出来祸害人 如果杰克不贪小便宜 让老人的女儿来把东西拿走 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